2022年起 中央大推 白班有網路 深深用平板成效如何 沒有 有的時候會玩 考卷之類的 多常用平板上課 大概一週一兩次 一個月用一次吧 你們可以帶回家嗎 不能 喜歡 平板給你單以什麼樣的便利性 就是不會的 可以直接跟老師說 老師會傳給你 可以單獨 就不會拖累別人 台灣學生能用平板的頻率不一 而對比來自香港的學生 都經常用的 全部都會用 全部都會用到 那其實這些平板的電腦 是可以帶回家的還是 可以帶回家的 教育環境不同 不過作為擁有大量教育資源的 台北市 如今教育局被審計處糾正 因為2022年中央補助首都 採購49,018台學習平板 不過碰上思想放棄 廠商回饋和統籌分配等問題 最後竟然有價值超過2000萬的 2298台iPad 買了一年多未拆封使用 直至去年底才分配出去 等於未充分發揮效益 更浪費載具管理系統 授權費用28萬元 台北市的政策 教育政策 應該是非常的清楚仔細 而且要經過精算過 而不是浪費了預算 報告也發現台北市 有七所學校的學習載具數量超過 學生數至少一倍 而且截至去年底超過千台載具 有超過三個月未曾開機 連線使用 我們會在合約規範內設定定期 實地巡檢 極檢附佐證資料機制 以提升設備使用率 必管理未使用的設備 同時納入例行性抽車項目 每人發平板本意在輔助學習 但若只成證明 有在數位學習的裝飾品 誰都不樂見 TVBS新聞我會留聽聽聽聽聽聽不懂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記錄 記錄